政府向各部門發指引 盡量彈性處理員工上班安排 公務員事務局向政策局和部門發出指引 說基於疫情發展 在維持公共服務的前提之下 可以採取措施 減少同一時間在辦公地點的人數 例如將員工分兩組交替在家工作 或者擴大彈性上班和五線時間 避開繁忙時間 甚至容許各別員工在家工作 並且提醒各部門 福建一旦辦公地點有確診個案預案